六十信報財經新聞,大媽欠成熟停板制難取消 2015年7月10日要問A01賊局外地斬倉潮在A 股停板制下釀成流動性危機、 提款潮更揚及港股,債市及大中商品市場 試刺A古人踩人,逃生無門的股災, 確特遣制度缺陷,流動性較港股為差 瑞士保城私人銀行中國及香港高級證券分析師周文玲說 A股成交量佔亞洲股市70% 時次危機暴露停板制會困住流動性 廣交所00388明年中推行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5分鐘冷靜期也可能令流動性大大萎縮 窒外交投,索銀環球資產管理基金經理涉賓認為 近日A股暴跌,暴露制度管理風險, 需重新檢視,升地停板有其缺陷 卻非跌是主因,而是過分投機 場外融資增長太快,猶如資本市場的影子銀行 正是租銀監並不掌握 不透明的場外融資數據引發危機 他說A股短期難取消停板制 因70%至80%參與者是散戶 對市場理解和分析不成熟 若無停板制保護 散戶隨時變成受害者 相信短暫政府干預不影響引入外資 當市場失效,只有單邊沽壓時 政府有需要干預,資本本質俗理 外資入市還是看古籍 要文號拆局大媽欠成熟停板制難取消 選擦 旁袁 和 選擇 彼 選擇 勝 選擇 成功